宜蘭河龍舟錦標賽在6月6號、6月7號兩天正式熱鬧登場 這次我們除了有31支隊伍來參加龍舟競賽之外 我們也在這兩天規劃熱鬧的表演活動 尤其在端午節當天的下午非常的精彩 有格格跟其他的藝人要跟我們同歡 然後我們的親子寫生每年報名的人數都有300至500人來參加 我們希望這種親子活動也能夠繼續來延伸傳承 讓我們家長可以跟小朋友共度一個端午節 另外我們也要讓他們體會到端午節一個快樂的氣氛 這些參賽隊伍的選手他們都非常的認真 在訓練他們的體能要拿下最好的一個佳績 我們予以最高的一個肯定 表演我們從6月6號開始到端午節 這個閉幕都有相關的活動表演 我們希望說在合意有龍舟競賽 在我們的和平公園草皮上有精彩的表演 然後在這個親子寫生上面 也可以在美麗的景致上面留下一個紀錄 所以我們等於入海空活動都有 要讓鄉親和朋友們共度一個最好氣氛的端午節 OK 好